本期天天向上,我们的祖国是花园之,夜游中国 本期嘉宾都是结婚有娃的宝妈宝爸 聊起家庭琐事 问道如果遇到老婆撒娇该如何应对 这种问题让酷感脑可疼 现场观众的热情欢呼 让一博逃不开这个问题了 那被未来老婆撒娇发脾气 你不从我,你不爱我时 一博会怎样回答呢 一博低头酝酿了一下 紧接着抬头回答 差不多得了 赢得现场嘉宾惊讶 切入正题 伪装者系列逐渐成为兄弟团的噩梦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兄弟团 现在看谁都向卧底 一博更是首选锁定风格 玩游戏拿现实环节 更是让一博惊出表情包 短发清爽的一博 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小 是不是蹦出来的小表情真是可爱 去年因为拍冰与火 就有一阵子短发加健身 现在也是为了角色 不过活泼又灵动的王天天 不禁让人感慨 一博操作如猛虎 一招回到王十五 游戏中拿到题需要比划出来的王一博 貌似为难有无助 不过时间开始的瞬间 这个置信又得射的表情 突然让人摸不到头脑了 哈哈,得射也是有底气的 在王一博精准的肢体演绎后 天天兄弟默契爆棚 几乎瞬间猜出答案 拿到下一道提示的一博 神秘一笑,开始比划 不过这事好像没有那么顺利了 你看他满脸都写着无辜啊 这个词就是东床快序 韩哥说希望现场的观众 能找到自己的东床快序 这时观众席一阵骚动 韩哥停下想听清楚 就听观众齐声喊王一博 遭到大型表白的王一博 害羞一笑 而一博又得王快序一名 吃吃喝喝找破绽 看名风名书品各地美食 下条线索需要喝苗家酒 看着争战 韩哥好心提醒 要不这分咋就不要了吧 一博坚持且肯定要 在风哥和一博的共同努力下 喝光苗家酒赢得了比赛 线索拿到手后 每次都感觉离真相好近啊 但每次都被导演组脸压 伪装者没找到 那卧底是谁呢 卧底向前一步时 风哥还调皮的推了一博一下 一博马上还击 干嘛推我 哈哈你脸有三岁了吗 虽然屡败屡赞 但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毕竟我们的祖国复原辽阔 又多彩美丽 下期迎来真的伪装者 又见裤盖滑滑板 平衡幕上脱衣服 看一博如何套路 伪装嫌衣者 哈哈说什么 让一博迅速逃离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 今天的娱乐资讯 就播报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请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